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卿为卿的谕泡 各位神父 兄弟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一起联合世界各地的教区 一起来开启2023年世界代表会议 主教会议的教区阶段的 开幕的感恩圣祭 我们祈求天主圣神 得比我们刚刚所唱的 圣神降临颂 请求圣神降临在 我们整个教会里面 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内心里面 降临到我们整个世界 使世界 焕然一新 藉由这次世界代表 主教代表会议的准备 两年的准备 赏识丰富的恩宠 我们本堂皇神父 还有我们的 护本堂神父 皇神父 各位兄弟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我们感谢天主 我们今天教会 我们一起来庆祝 很不一样的一个开幕典礼 那这个开幕典礼 主要的 就是我们的教宗方济各 上礼拜天 10月10号 上午10点 在范蒂冈的圣伯陆大殿 主持了感恩圣祭 那这个感恩圣祭很特别 就是为了开启 以同道协行 为目标的 2023年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主题为 以共荣参与 及使命 来体现共益性的教会的序幕里 那今天10月17号 那今天10月17号 包括我们台中教区在内的全世界的各个教区 也同时开启 至明年2002年4月 进入大会第一阶段的教区阶段的进程 那期盼在圣神带领下 与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展开 同道协行 在圣神的带领下 彼此聆听 分享他们在 各教区地方教会的 经验的旅程 以便接下来 在世界各大洲的阶段 以及2023年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进行 最后落实到各教区来执行 那我们今天 也有各种多区的传协会的代表 来一起参与今天的弥撒 那这次大会的目的是什么呢 它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那这个世界主教会议 英文或是拉丁文 或是希腊文叫Synod Synod 那有两个方例 一个就是会议 重要的大会 我们说世界主教会议 或是我们教区的会议 大会 比较隆重的 针对这个目灵性 针对我们的信仰 针对一些教会的议题的 代表大会 都叫Synod 但是这个Synod 另外一个意义就是 相同的同 Syn Syn 相同 那另外一个意思也道 道路的道 就是大家在相同的信仰底下 当然为我们教会来讲 我们每个受洗的基督徒 我们都在灵洗的时候 我们已经都有附游 我们灵洗都附上圣游 那坚振更是 就是说 我们这些灵洗的天主子民 领受圣神恩诚的天主子民 我们都是有共同的信仰 这个信仰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爱 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内 分享天主永恒生命的这个信仰 但是这个信仰也带领我们 要走向一个道路 这是天主圣言 耶稣基督 藉由他的诞生 藉由他的宣讲 受苦死亡复活 他喜事给我们的 天国永恒生命之道 那耶稣就是这个道 但是我们不只 在这个圣言里面 认识这个道 更是一起走向这个道 分享耶稣永恒的生命 我们走上一共同的道路 一起迈向 天国永恒的生命的这条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主持教材弥撒 当然教宗特别隆重 事实上我们教会也都固定 举行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那当然各个主教团派代表去 那今年教宗特别邀请 就是说针对这个 第十六届世界主教大会的主题 共融 共融 参与 还有使命 来体现共义性的教会 换句话说 教宗希望我们 所有的天主子民 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分享 彼此聆听 让这个世界主教代表大会 能够做得更好 那当然以前不是说没有征询 只是个别性的 那是教宗这次希望 全世界的所有的天主子民 一起来参与这个会议 所以事实上这个会议的方法 在主教共融的宗座宣章里面都有规定的 就是说我们身为天主子民 我们接受了这个灵喜富有 我们都是 都有这个参与这个世界代表会议的 这样的一个义务或是一个权利 这不是一个新的额外的事情 共融参与使命 本来就是我们全体教友 我们的天主子民 我们必须要去共同去分享 聆听集体表达出来的这个信仰的方式 那这个不是今年特别 而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履行的本分 那特别就由这次的 这一届的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我们在教宗 在各教区主教的带领之下 我们恢复本来原有的教会的面貌 那教会是属于全体子民的 天主子民的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次世界代表主教会议的 一个目的是什么呢 那主要的就是学习共义的精神 共义就是大家共同讨论 我们共同分享我们的经验 共享天主圣神给我们的带领 让我们针对我们教会 面临的各种的议题 各种的挑战 世界的各种需要 我们重新来想起 天主给我们的恩宠 那特别是借由圣神 每个人天主圣神在每个人的内心里面 所带领的一些经验 一些恩典 一些意见 能够分享出来 那借由大家的分享 借由大家的聆听 使我们整个教会 变成是一个大家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分享 一起来见证 一起来实行的一个共同的团体 那当然最终的目的就是 成为天主之爱的见证人 这就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成为天主爱的王国 天主福音的一个宣报人 那这就是会议的一个目的 那这次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也问我们天主子民一个基本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说 我们在重温或是鼓励大家成为一个共益性的教会 在宣讲福音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在以这样的精神 同道邪行 那在这个同道邪行的历程里面 在我们的地方教会 我们是怎么样来进行 那天主圣神邀请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为了我们能够在同道邪行的历程上来成长 那我们相信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区有 知译会 有参议会 我们有这个传教协进会 各种组织 就是来征询 来聆听大家的意见 所以他说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以及他有一个文件调查咨询的目的 不是要产生一个文件 而是要在圣神的引导之下 我们有种下一个梦想 引发先知和植物的愿景 使希望得以生长繁茂 激发彼此的信任 包扎伤口 一起编织 关系的网络 唤醒希望的黎明 互相学习 也一起 唤醒一份敏感 启发心灵 温暖人心 助我们一倍之力 换句话说 如同今天 我们平日弥撒的福音所说的 耶稣说 他为了要救死世人 然后要走上这个被定的苦路 这个历程 以他的苦难 以他的爱 带给人 天主的救恩 但是门徒们 在彼此争论 谁是最大的 谁能够坐在天主的右边 那耶稣告诉他们 最大的 就是应该效法他 在天国里面最大的 就是如同耶稣基督一样 成为别人的仆人 然后来牺牲圣命 为大众做赎价 那耶稣的梦想也是一样 藉由教会 藉由圣神的恩宠带领 我们成为一个天主子民的团体 我们彼此在天主的爱中 那我们去包扎 去服务 去学习 然后对这些 我们所说的最小的兄弟姐妹 提供我们的服务 那以谦卑服务 代替我们 愿意做老大的那种心态 那这就是见证福音的信仰 所以在这次世界主教会议里面 有十个主题 那希望所有的天主子民 来一起来研讨 十个核心的问题 那这个十个核心的问题是 还行说 同道邪行者 到底哪些 是我们称为 我们的教会的人 那是不是只有我们 教会的人吗 还是包括那些 教会圈子外的人 还是 是不是也包含那些 被遗留在边缘地带 我们所谓的边缘人 那教终也要请我们去还行 那第二个是聆听 聆听是第一步 我们彼此聆听 也唯有彼此聆听 我们才能够 聆听到不同的思想 跟胸襟 我们不再偏见地去 聆听别人的意见 但是更重要的 也提醒我们 我们要聆听 年轻人 聆听妇女 聆听被排斥者 他们的声音 那第三个就是鼓励 勇于花园 大家表达自己的意见 也要沟通 那要请每个人 有勇气来表达不同的意见 彼此聆听 然后用朴实而直接的方式 表达这些意见 来圣神所给予的一些灵感 那第四个就是庆祝 庆祝就是我们在 我们教会不是一般的民间社团 我们之所以能够一路同行 就是因为我们是在 一样的领受天主圣神的洗礼之后 为圣神所祝圣 我们是在聆听圣言 以及举行感恩圣祭的基础上 我们才可能同道协行 因为我们做的不是自己的工作 而是天主愿意透过圣神 带领整个教会 所愿意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必须来还醒 那祈祷跟礼仪生活 如何启发带领我们同道协行 那我们如何推动全体的教友 积极地参与各项的礼仪祈祷 藉由圣事的圣化 我们是不是怎么样更加的重视 那我们是不是给予读经研和 虎记研更多的空间 去服务这个圣事礼仪 那第五个就是 邀请我们共同父亲传教的使命 那我们的团体 我们的教会 如何自律于服务社会 那这也是教宗一直在强调的 也是我们的信仰 一直比较 在台湾比较缺乏的 我们一直停留在教会里面 事实上 范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 一直强调 我们的信仰跟社会 整个世界的是紧密相关的 那社会上的各种问题 各种痛苦 也是教会的痛苦 那我们要在天主的恩宠之下 去努力 然后带动社会 一起做一些革新 所以这些 我们的使命不止在教会里面的使命 而是和社会 还有政治事务 科学研究和教学 推动社会正义 维护人权 关怀人类共同的家园等等 我们说这个生态受造界 教宗最近也一直在强调 那第六个议题 就是在教会与社会中的交谈 我们教会不是关起门来 自己庆祝 自己感谢天主 我们跟社会要交谈 面对社会的问题 我们有刚刚有所说的 负起这个责任 那当然我们也应该跟其他的基督 教派的关系 我们也要一个彼此的友谊 彼此的交谈等等 那再来第八就是说 全力以参与 我们各种会议 的成员都有他的权利 但是也有他的义务 去参与 我们共同定定目标 实践方法和步骤 那大家一起在教会内 实行每个人的职权 那第九个就是说 辨别和决定的用哪些方法 换句话说 我们透过公益的精神 我们要去一起来分辨决定 到底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大家怎么去做 那第十个就是 培育我们一个共益的精神 就是我们要一起探讨 我们怎么样一路同行 同道写醒的灵修 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所以教授方基哥 很重视这个会议 所以他邀请我们全体教委的成员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 边缘弱势的教友 病患求患 不禁教堂的教友 还有社会上一些边缘的人 也邀请我们一起去反省 教会对生命和使命 极为重要的这个议题 那这就是 分地纲第二次大公会议里面 所希望的教会的革新 那教会不只是教宗 不只是主教 不只是神父 而是全体天主子民 一起 借由圣神的带领 赏识的恩赐 那我们一起来 聆听分享服务 借由天主的恩宠 给美人不同的恩宠 如同今天读经二所说的 身体有不同的肢体 有不同的功能 为了就是 成为一个身体 去做天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情 所以 我们也借由这样的分享 藉由这样的计划行动 我们能够体验到 我们是一个共同的团体 我们一起参与 并散开心灵 接受教会的使命 那事实上 这样的一个经历 就这是真正的有效 执行我们每个人 天主子民 我们身为朝圣者 我们走向天主 同道协行 以及我们的传教士的身份 我们除了朝向天主 走向养生之道之外 我们也是传教士 有传扬福音的使命 所以我们说 只有教宗这次特别的邀请 落实到教区 落实到每位信友 那我们在这边 主教团 各教区 我们也特别来呼吁 各堂区 我们教区内的各堂区 各散会 各修会团体 也能够配合 这个大会邀请我们的 各教区要成立负责的小组 成立一个负责的小组 那我们教区 就是请我们的秘书长 吉若望神父 他组成一个负责的小组 那他们要代表教宗 代表教区 用心的向年轻人 九位进堂的教友 还有我们刚刚所说的 社会上各种不同形态 的组成的团体 那也包括 我们的教友家庭 以及非教友家庭 我们广泛的邀请每个人 来参与这个会议 那透过聆听 透过分享天主圣言 透过祈祷 来更新我们自己 还行 有关教会和天主子民的 十大的议题 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那个十个议题 那为了达成这个同道 学情的目标 我们将以相遇 聆听和辩明 展开这个重要的第一步 那教中方就告诉我们 一个同道学情的教会 是聆听的教会 但是不只是听 也不只是讲 而是要彼此 在圣神内开放心灵 彼此的聆听 彼此的互动 那我们也 教中也希望 最后这次的会议 我们不但要听到 平常 我们亲近 且愁悉的人的声音 也要去聆听 过去始终疏远我们的人 跟他们相遇 也聆听他们的声音 跟他们交谈 那离开我们自己的舒适圈 我们的同温层 与他人相遇及对话 那这个过程或许艰难 有时候甚至会令我们受伤 但只有真实的接触 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的环境 便其与众人坦诚地交谈 畅所欲言 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承行天主的旨意 贯彻教会各肢体 互相彼此关照的福传的使命 那我们以喜乐的一起喜乐 以哭泣的一同哭泣 那我们共同展现一个 共义性的教会 即主耶稣基督 许下圣神 要我们在一起的 圣事性的一个教会 福传的教会 那这次的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进程上 我们各教区的阶段极其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 大概也是 历史上 我们第一次这么隆重的 在为了世界主教会议 我们教区开启这个 弥撒 圣神降临的弥撒 来开启这个教区的阶段 那因为这个会议攸关 我们全体教会未来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此赋予 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的神父修女 我们敞开我们的胸怀 向圣神的惊喜开放 我们也知道 圣神是教会的灵魂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 灵性生命的灵魂 我们没有跟圣神合作 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圣神 我们连想要福传都没有想到 更何况 也不可能有那个力量 所以唯有圣神 向圣神开放 那我们才能够有 跟天主的计划 圣神的恩宠配合 我们才能够投入 这个福传 牧林福传的使命 那我们请大家来配合之外 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提供场地 跟人力的资源 使这次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能够一个更好的 一个筹划跟意见的分享 也让这个恩宠 能够使我们的教会的面貌 以及世界的面貌得以更新 那圣奥斯定说 他也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罪人 年轻的时候 这个浪荡不羁 后来成为神父 后来甚至成为一个主教 他说 我同你们在一起 跟你们一样 都是天主的羊 但是因着他的职务 他却是牧人 那这也是教宗所期许的 教宗以身作则 希望全世界各地的地方 教会的牧者 各地的主教 也能够跟群羊群们 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的教友们 联合在一起 攜手合作 借由我们这次的 世界主教会议 在教区阶段的准备 我们更广阔地去接触 天主子民 也更接触一些 社会各界的人士 聆听他们 那我们也提出 我们的观察 我们的意见 那为的就是 在圣神的带领下 我们也能够 知道他们的需要 那我们也能够 借由我们的这样的服务 把天主的恩宠 救恩带给别人 就是天主给我们 共同的使命 那最后我们也求天主 借由我们今天的 开幕 也求圣神 再次的打开我们的心 再次的更新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区全世界 特别我们说 全世界面临这个新冠疫情 以及各地的 饥荒战争的危机等等 更启发我们 我们真的更需要 天主的恩宠 我们更需要 跟天主的圣神合作 唯有我们打开我们的心 让世界认识 天主的救恩 也基于圣神的 更新的力量 我们人类才能够 走向天主 透过耶稣基督 给我们的救恩 以及最后迈向圆满 新天新地的境界 所以我们再次 怀着这样的一个 祈祷的心 求天主降伏我们 降伏这次的会议 也请大家 跟我们教区的 这个代表小组 一起来合作 那我们在圣神的带领下 完成我们 这次世界主教会议代表的 这样的一个准备的工作 好能也帮忙我们每个人 藉由这样的准备 事实上这个也是可以结合我们两年前推的 台湾 地方教会 所做的这个慕尼胡传大会的准备 其实这个内容 大成小异 那当然只是 更增加这些社会服务的幅度 这也是我们 地方教会比较劝缺的 所以我们一起献上 我们的祈祷跟努力 求天主降伏我们 也降伏整个教会的 胡适教会的努力 也降伏我们 这个天主所爱的世界 天主降伏大家 天主